这一集我们就会谈到在大学的社交 在这边我想要问一下大家 对社交这两个字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先给小红分享吧 社交的定义对我来讲 是去用最真实的自己去与别人交流 然后从他们身上学一些东西 社交对我来讲不是去交一个朋友 是因为缘分才会认识到那个人 而且我们是要很平衡的 不是一直向他索取一些东西 而是give and take的感觉 就不想付出对吗? 对对对 不是为了利益那种 真正想去认识朋友 我们不是去交一个朋友 我们是因为两个人有缘分才会去认识 然后去结交的感觉 我是觉得社交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句谚语 不是讲就是在家靠父母 然后在外靠朋友 就是你有什么事情 父母在这样远 而且我觉得认识朋友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在大学没有朋友 你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啊 就是一个人这样子 想找一个人生想喜怒哀的 对对对 同时也失去了大学生活 其中一个精彩的部分 没有这样精彩了 对啊 我的话 其实我对社交没有太重的一个定义 因为怎样讲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所以就是我没有什么朋友 看不出诶 看不出诶 看不出 看不出 这个很内向的 像Eric Eric是一个很多朋友的人 每次我们一起去上课 然后他就会遇到很多朋友 我就等他打完招呼过 然后才一起去上课 就已经死到了 哇没有这样夸张啦 打完招呼了嘛 打完招呼就走咯 哎呦他真的有问我 他真的有问我 拍拍朋友这样子咯 虽然讲不是很认识的朋友 可是 还算那种 有礼貌打招呼这样子 对对对 那么安琪咧 我的话 我对于社交 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 好像跟安妞讲 在家是靠父母 然后出外真的是要靠朋友 好像 我觉得他有部分人是认为 他自己个人能完成东西 可是我觉得 最好不要啦 因为我们 只是人罢了嘛 好像你遇到什么困难 都希望有个人 跟我们去分吧 可以帮你 我记得有一次 那时我不舒服 然后安琪好像也是有在的 那时候你们就 叫我去看医生那些 然后你们就帮我叫车那些 就我觉得 那就是 就你会觉得很暖心 如果有朋友在你身边 你有困难的时候 他可以帮到你 所以不想找 你不会觉得一个人很 不知道要怎样做 这样子 哇很感动 听一下 真的 有累哦 你知道 真的 真的 感动真的 要哭那种 对对对 我觉得很赞成啦 就是 我觉得社交也是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朋友 我感觉好像 如果你有事情 你真的不懂要找谁帮忙 真的真的 就你会觉得很无助 很 lonely 很 lonely 很 lonely的那种 如果有 像比如讲 认识到不同周俗的朋友 啊 你可以好像在 在send break的时候啊 去朋友的home town啊 他们就会带你去玩一下咯 就好像 安西啊 浩浩啊 他们就有带我去医保玩一下咯 还有全全 你去带我 跑他的home town 可达 嗯可达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社交 也是要谈心的啦 就是 不要好像为了利益 而去交朋友 这样子 就感觉好像 去利用别人罢了 而且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我觉得你也是 不是很喜欢被利用的感觉咯 朋友可以很多 可是 真心朋友 真的几个 我觉得就足够了啦 能够跟一个朋友谈心那种 那种程度啦 一定是很难得的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 可以 跟你谈心咯 好像什么都可以 可以当你垃圾桶 这样子啦 有的人会觉得 哇很烦耶 你又不是我 谁这么我要听你讲这些东西 这样子 有的人是这样子啦 那么第二个问题啦 就是说到 诶 那么我们在大学 要怎样去认识新朋友 或者是要怎样去融入一个 新的朋友圈里面咯 啊 让我们来问我们的专家 来 好好 分享一下你交朋友 感觉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不懂耶 因人而异啊 我要解释一下 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一项是开网笑 其实我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啊 然后 这样交朋友的话 其实 呃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技巧啊 就这种东西是顺其自然啊 就我遇到 很残的人 我就残咯 就一起聊一些非非的话题啊 就是其实我是个蛮非的人啊 所以就 跟朋友一起聊一些非非话题这样子哦 呃 也没有讲什么技巧啊 就 其实就是顺其自然嘛 遇到想残的人就残 不想残就 要残咯 就这样子罢了嘛 就如果问我要怎样融入新的朋友圈啊 这样我 因为 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本身也蛮少朋友的 因为 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来的 就是我不会很轻易去跟别人讲我自己 呃 私底下的事情啊 这样子 我觉得 呃 如果你想要认识新朋友的话 那 就可以尽量去参加 参加 因为我觉得参加参加 是真的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所以我觉得其中 一个原因 我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朋友 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么多参加 因为 因为我每个星期要回家 然后我就很少去参加event 还有就是 我不会 我没有 我不是那种非常热情的人 就是我不可以一看到你 我就 很热情的对你 我觉得 呃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我没有什么认识到朋友的原因 这样子咯 这样我问你啦 好问了啦 嗯 ok ok 那么你 呃 在即将到来的 semester 那是 year 2 了吗 嗯 你会去尝试 去 try on 跟人家溝通起来吗 嗯 不是讲不要沟通啦 就是 我很难 开口做主动那一个 就是我很难开口 主动 你是被动的那种 先跟你讲话 你是被动的 可以这样讲 就是如果你来跟我讲话 我一定会跟你讲话 可是 我很难他出那一步去主动 因为我觉得 我们好像已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朋友圈子 如果我突然间 去跟你讲话 这样子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不懂为什么 就是我的心里 有一个 我觉得你们已经有一个圈子 我很难 去 融入 我不懂 就是 哦 对哦 哦 ok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你是觉得我们自己有圈子啊 然后你就觉得 你来唱我们 像 感觉自己像一个 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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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可能他们没有这样觉得 可是我自己就会 私底下觉得 他们会不会觉得 好像他们已经有一个圈子 我还硬硬进他们那个圈子 这样子 感觉这里是多 会不会这种感觉 诶 这样子你每次 诶 这样子你每次来跟我们吃饭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吃饭 这样这个还好啦 像你们本 本来就是比较friend 那时候你们都是一起做完三课 这样子嘛 所以那时候 SAM2的时候 我也是 尽量 教我自己勇敢一点 就是我不是跟你一起吃饭 那些 就是 我努力去尝试 有有有 我还记得 SAM2 真的啊 你知道要很大勇气了吗 我其实讲真的 这是我心底话的 真的是 讲真的啊 我是有点瞎大 突然间你这样问 因为平常你是 讲讲没有这样问 他有无问咧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我不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可是 我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会变到很 很胆小 那时候上完英文嘛 然后好好你还没下来 所以你不知道 然后我 安琪的睡觉 就比较早玩 比较早下课嘛 然后 我看到安妞那边 安妞就来问我们 诶 等一下你们去哪一次 好像你是这样问 对吗 就 哦 好像你是这样子 好感动 然后我就 当然啦 当然是可以啦 就 毕竟大家要同课嘛 就 你来问了 也不能讲不可以吗 哈哈 没有太好 我就是每一次想讲不可以的 但是又不可以讲 OK咯 这样下个生意不要一起睡了 OK咯 开玩笑 你敢讲不可以 肯定可以的嘛 嗯 那么谢谢啊 你有这么精彩的分享啦 那么 哈哈哈哈 小童咧 没问题哦 没问题 你要去融入新的朋友圈 那我用我的经验来讲啦 就一开始 大家都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很熟嘛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客气一点 就这一段期间是一个磨合期 可是 就要互相体谅哦 然后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你看到别人的缺点 但是别人也看到你的缺点 但是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跟他够朋友 你就要看到他身上的好 对对对 看到他身上好就融入他 就慢慢会磨合到咯 我是这样子啦 其实我觉得 你要接受别人的好 同时也要接受别人的不好 这样子啦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的话 融入新朋友圈 我跟阿妙是一样的 我是很慢的 因为 我真的很慢的 我会一开始就很热情 这样跟你打招呼 at least 我们要认识了一段时间 我才会跟你 慢慢聊聊 给你看到我另外一天 开始我真的 但是我们又不是那种 我们不是酷 我们不是 叫我们很软心 就是 抗心 抗不开那个心 不出来打开那个心 蓝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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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一些表情 就会给人家 让人家误会 可能我看起来蓝蝎啊 你知道吗 有人也有讲过蓝蝎啊 有啊 有人讲蓝蝎 不会啊 真的有真的有 就可能是认识 你才觉得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人来的咯 我不会觉得 安琪是蓝蝎的人 就是讲 就是讲你 表面上不会认为 所以安琪是一个蓝蝎的人 但是心里里面 认为安琪是一个蓝蝎 不是啦 你不要挑好理解可以吗 好 OK 不要弄到我在大学 越来越少朋友 是吧 真的是 然后我现在也是在学习着 尽量不要这样 学习着啦 OKOK 像 能像Eric 好好这样的朋友 是不是 很容易就可以 我没有 没有夸张啦 就还好吧 我想听Eric 的看法咧 Eric 是怎样 勇敢的 这样勇敢 这样勇敢 你讲我勇敢吗 其实 有时候是被逼出来了吧 我觉得 因为我一个人 从远方 来到槟城 这么远 要隔一个海 这样子 漂洋过海 来到USM 我就有时候 会觉得 不能不交朋友 因为 毕竟你 自己一个人 从远方来 在这么远 有一些东西 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差异 或者是 语言方面 可能又 没有什么 异样 你就会 希望有朋友 可以 lead 你 可以 guide 你 这样子 然后我就有去尽量 教不同 course的朋友咯 就可能有HBP 可能有 management 自己 com school 这样子咯 可能你可以先跟他们聊一些 客气的话 就可能讲 Hello 你好 我是Eric 然后我来自哪里 然后我是什么course 这样子 通常都是这样讲啦 自我介绍 可是现在我们 这样子去讲很怪咧 如果我们现在 是有点怪啦 可是 真的也是一种勇气咯 因为讲嘛 不是每个人都 那么容易讲出这些话 所以我就没办法 是勇气勇气 我就真的要去 认识朋友 我就真的要踏出那一步 当你们聊到有一个 共同点了之后 啊 那个你们就可以 开始聊更深一点的 conversations 想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像我刚才讲了 被排挤啊 还是在后面 被人家讲坏话 然后被误会啊 之类的 不好的experience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啦 目前为止是 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 就是当观众 听人家 呃 我的话 这样我也是 没有啦 很幸运啦 我也希望我改次不要有啦 就不好意思啊 没有话题讲这边 我也是 目前没有试过 有被人排挤这种问题啦 但是 没有啦 这样你要试吗 蛤 不用啦 要试吗 我们可以代表给你 我们可以 就是 有可能别人 有不喜欢我还是怎样 我就不懂啦 可是 表现出来的是没有啦 可是 可能有人偷偷不喜欢你 你也不懂啦 嗯 对咯 但是你肯定会担心 就是担心 别人会不会不喜欢我 这样子啊 可是我觉得 好像 小头刚刚这样的讲 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很真诚去对别人的话 你不用去多想哦 只要你真的是 用真心去对别人的话 别人一定感受到的嘛 这样也是有可能 有人偷偷喜欢你吗 哈哈哈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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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呢 因为讲真的就是 人不可貌相 还水不可斗梁嘛 对不对 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 别人会有怎样的想法 就从他的表面上 可能他看起来 哇是 就是 跟你很安全哦 其实 哇一个转身 底下偷偷讲你坏话 你也不懂 对对 现在这个社会是很险恶的 可能你也不懂啊 但是我 只要我觉得 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就可以了咯 就是 做好自己 然后 你用真心对别人就好咯 你不要成为这种人 不要成为这种人 你就好咯 有人偷偷喜欢 哈哈哈哈 很烦欸你 从我的角度啊 会有一些人 会在我们身边 跟我们讲一些 我不认识的人的坏话 接着在跟我讲 这个人 你不要贪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 然后以前我会信的 可是 自从以前 我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被人误会过后 我也觉得 不要从别人的耳 嘴巴中 认识另外一个人 你要自己 认识那一个人 不要用耳朵去认识别人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 没有人做到一百八千 给人喜欢的啦 所以我觉得 做好自己就好了 他不喜欢你的话 只要你没有做错 就不管我的时候 这样子